嗨大家好,我是恶关长 那么就在刚刚贝赛斯达完成了今年2022年的QuackCon 在QuackCon上的辐射76板块 提到了关于辐射76未来更新的一些重要内容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匹兹堡 关于远征匹兹堡呢 贝赛斯达说 匹兹堡确实是他们现在的重点 但是匹兹堡不仅仅是辐射76以后唯一的内容来源 因为有玩家问到说 是不是以后的更新都会以远征模式推出 贝赛斯达的答案是否认的 他们同样也在制作像费土克 钢铁统治和钢铁黎明那几个资料片 一样的传统剧情的叙事内容 但同时费土克也会作为未来的一个重要的 可重复游玩的副本来提升游戏的可玩性 并且同时这并不代表远征模式会代替日常行动 日常行动的拓展的内容也在制作中 接下来是关于未来的远征模式 他们说远征模式现在创建了一个全新的辐射76里面的技术 是一个任务模块 一个可随机化的任务模块 就是说任务目标可以以不同的排列 不同的组合来改变你每次进入匹兹堡探索的顺序 完成任务的顺序 以及叙事的效果 那么这一点也会允许他们在未来更方便的 更快速的去拓展不同的任务目标 目前会有两个任务以及几个不同的地区 他们也把这个视为一个从辐射76的这个系列前传的角度上 以这个狭小的 以这个最早期的时间窗口往外看 去看辐射世界线里的其他的这些地方 在以这个年代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 这里面也会有很多 对于匹兹堡的一些对于辐射3匹兹堡DLC的一些致敬 包括呢会有一些武器回归 以及会有我们传统的敌人Trog这种敌人的回归 但是这种敌人会有更多的变种 并且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因为贝塞斯达认为 在废土的早期时候 特别是在匹兹堡这种地方 理应是比后面要更危险的 现在的这个合战后二十几年 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的时候 是要比两百多年后更加危险 所以对于Trog的遭遇 也会变得更加的恐怖 并且更加的多样 他们的变种会更加的多更加的强 以及新赛季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匹兹堡赛季 在这一赛季里会有各种各样匹兹堡主题的 比如说建造物品啊 匹兹堡主题的动力甲啊等等 而且呢这两次的赛季 包括冬季DLC或者盒子世界巡游 盒子世界巡游则会是Double Eleven负责 就是之前宣布来增援 辐射76未来开发的这一个负责Rust 腐蚀的工作室 Double Eleven负责的这个盒子世界巡游 会增加一个全新的世界Boss 当然这个呢目前没有更多的细节 这一赛季同样也会是盒子世界主题的 一个盒子可乐主题的赛季 也就是说现在之后的皮子宝 就是皮子宝赛季 盒子可乐就是盒子可乐赛季 会是匹配上的 不像之前那样是分散开来的 接下来他们其实引入飞鸟 作为这个去皮子宝的方式 就是为了暗示玩家 也是为了设计成以后通过飞鸟 能够访问更多更多的未来地点 下一次的远征 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前期制作 并且下一次的远征 将会是在辐射世界里 前所未见的全新地点 接下来关于白拳的改进 现在白拳内部将重新规划 重新设计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叫白拳避难所 这个部分会是响应者的行动基地 第二个部分叫做白拳商场 这个地方会引入全新的 以前没有的 比如说传奇购物券 金条兑换处 然后相当于一个玩家的player hub 接下来白拳避难所 其实就是玩家可以自己进去 和那些NPC互动 有对话选项 可以了解他们的故事 了解他们的背景 会有来自响应者的人 来自皮兹堡的人等等等等 这些阵营的人 相当于一个故事空间 和一个MMRPG的这样一个 玩家的社交空间吧 并且你可以直接快速旅行 到他们的内部 并不需要先快速旅行到白拳 然后再分开进去他们俩 而是你可以直接快速旅行 接下来在皮兹堡 其实是有全新的可见到地点的 这个可见到地点 会和避难所一样 是一个实力空间 并且是可以被拓展的 具体拓展模式是原子商店 还是完成任务 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默认它是原子商店 贝斯达介绍说 这个会是迄今为止 最大的避难所建造实力空间 会在匹兹堡这个城市内部 那他们也提到 这一次会带来全新的豪华包 就如我们屏幕上所看到的 这个 它包含了全新的道具 比如说 这个匹兹堡的建造包 以及全新的动力甲 特殊武器涂装 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是 这个核融合核心的充电站 它应该是可以充 或者生产全新的核融合核心 在那camp里面就可以 以及一个Trog 这个敌人的玩偶 这一次更新呢 会在9月13号向所有玩家释出 但是接下来 在最后我们要来说 两个最重点的消息 是关于建造机制的 贝斯达说呢 在今年的晚些时候 今年年末 就会上线一个自由的camp建造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以第一人称 要在这个地方一直跳啊 一直要去走啊来建 而是说我们将引用 星空的这么一个 星空的这么一个上帝视角 自由视角的建造模式 会在今年晚些时候上线 以及贝斯达对于明年呢 是在计划有潜在的 当然他们说现在不能保证 路线图的变更 因为现在还太早了 明年当到明年年初的时候 会分享更多的详细消息 但是目前来说 他们是在计划制作一个 共享camp模式的 也就是说两个或更多玩家 可以一起建造一个 应该是规模更大的camp 当然这个呢 我们现在就听听就好 这个还只是在计划阶段 总而言之呢 这就是这次QuackCon 关于複写76板块的一切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遍 皮子宝的剧情故事资料片 并且等待在9月13号的免费更新吧 Come in Come in I'm calling you If you're hearing this We need your help Anyone Anywhere If you're receiving this And you're brave enough Come join us At The Pit Your arrival's the first good news We've had in a while It might not look like much This place is our home And together We can take it back From these rad worshipping fanatics When you're alone And life is making you lonely Let's go Down down So maybe I'll see you there We can forget all our troubles Forget all our cares So go downtown Things will be great When you're done Wait a minute more Down down Everything's waiting for you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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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it Expedition As well as all the future stuff Coming along the way And as we talk today They will be actually giving out prizes In the chat And they'll be giving you guys A little keyword That you'll have to punch in So make sure you're watching out For that You know Cause blink and you'll miss it And you'll never know what it was Except for the thousands of other people Typing in chat But first Even though I am a YouTuber Which automatically makes me an expert At game development Bethesda You know Thought that it would probably Be good to have some actual Professionals on the job So today we've got Joining me Three Fallout developers And I was gonna tell them all Tointroduce themselve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we'd all awkwardly laugh But Instead we're gonna go with Mark John And then Steve Tell us who you are Tell us who you do for fallout 76 And then I'm your favorite YouTuber Actually no Just the first two things All right Cool Well howdy I'm Mark Tucker I'm the design director On Fallout 76 I'm the design director On Fallout 76 My core responsibilities are To oversee all things design And I'm also very involved In planning our future content And road map I'm the design director On Fallout 76 My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in maintaining and expanding upon the look of the game I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deation and creation of offerings for the Atomic Shop and SeasonCath I'm Steve Massey I'm the lead designer for Expeditions I'm the lead designer for Expeditions I'm the lead designer for Expeditions Documenting the feature at the beginning and help to lead the team to completion And I'm a big fan I'm a big fan I'm so excited to be here with you my friend It's great to have you all on here I'm actually honored to be hosting this panel today I'm really honored to be hosting this panel today And we've got a lot of questions We've got a lot of stuff to go over today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getting hyped up for the pit stuff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getting hyped up for the pit stuff So let's just jump right into some questions, shall we? So let's start with you there, Steve For players who might be like either new or coming back to fall at 76 Can you give us a little refresher on what Expeditions are And what they're going to be adding to the game Yeah, so Expeditions are randomized, repeatable offsite story missions And by offsite it basically means that we're leaving Appalachia for the first time And kind of going to different places You know, I think our goal for Expeditions was To take those big epic into Questline 能讓那些大的故事線和任務 比如說79號避難所 讓他們變得可以重複遊玩 而不是一個角色只能玩一次,像費土克那樣 我們覺得這會在最終成品中表現出來 他玩起來會很有樂趣 城市來說79號避難所的任務非常有趣 為什麼現在加入遠程?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 很明顯 遊戲重心在Appalachia 我們有很多的故事正在講說 而且在Appalachia還會有更多的故事內容更新 但是我們也想抓住這個去別的地方的機會 而且76現在在輻射宇宙裡面的時間窗口 我們很想在這個時間窗口裡去這些地方 去有一個看一下輻射世界在這個時間段中 在別的地方發生了事情的感覺 對,我非常有興趣 比如说,玩家可以升级他们的 可以用新的全新的动力装甲来升级他们的军线库 以及一个变腾 他们可以在游戏中最大的避难所 一个可以被拓展在城市里的匹斯堡避难所来建造 以及玩家们可以在全新的商人那里得到 更全新的奖励 朋友们,有个全新的建造空间在匹斯堡里 这是重要消息,全新的建造空间 而且是现在最大的避难所空间 新玩家们会如何体验这个故事呢? 他们需要老玩家的帮助 对这些可重复副本 我们确实推荐50级以上的玩家去尝试 就像很多别的内容一样 它都是动态等级的 如果你和一群50级玩家在一起 你也会和你等级相应的敌人打斗 但是如果你低于50级 我更推荐你有一个高等级朋友来帮你 比斯堡有好几个新地点 有好几个新地区 有好几个新地区 你如何把这些地区做出他们独特的风格 但同时又属于辐射其中的世界观 我们当然想要为本来辐射3的DLC致敬 主要就是钢铁石头和火 非常干燥的一个地区 比如说The Trench这个地方 玩家们会潜入比斯堡的一些 扭曲钢筋废墟之中 我们与设计师合作 就是注重于如何塑造这些场景 现在有两个任务 工会和从 Ashes到 Flyer 为什么要把两个任务 为什么要把两个任务分开 然后给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其实有很多迭代 现在最后的结构 就是这个基于任务的结构 这些地点 然后 每个地点中间有最炫酷的地方 但是每个任务同样 也会有自己的事情 他们虽然是一个城市里的 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把他们连在一起 这其实是有很多东西 都是原本辐射三的皮子堡 照应到的 对应到的 但是一切都发生在辐射三 很久之前 当你到第二个任务 见到的 Trench的时候 这是一个疯狂的 路面塌陷到 这个 裂缝和 毫沟之中 毫沟之中 这个任务格式 允许我们 可以在未来加入更多的不同的任务 但是不需要与其他任务相 影响 OK OK and I heard one word in there Trogs The marriage I believe between Terror and Frogs One can only assume We've seen them in Fall up before But Mark How will they be an adapted now for 76 我们在时间线早期 我们觉得在服射3之前 匹兹堡的情况还要更早 会更加混乱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 Truck的变种 更有趣的混乱的遭遇 对于这些生物来说 我们想探索一些主意和概念 就是如何将这些遭遇 变得更加的新奇 我们想在时间线的早期 事情会变得更疯狂 很难置信比服射3 还能更加混乱 我们现在可以 可以将垂直飞行机 是什么让你们选择了皮子吧 我们总是想去 看看之前游戏里面的地方 在76世界下 或是什么样子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皮子宝 一件事就是 皮子宝是扶射3 很多玩家最喜欢的 DLC 所以我希望那些玩家会 喜欢这个能够返回皮子宝的机会 因为它是个DLC地点 所以 它不像其他的主世界的设定 那么详实 那么充实 所以现在是允许我们可以在皮子宝上下更多的笔墨去拓展这个地点 阿帕拉西亚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但是它并没有被核弹直接命中 有各种各样的阵营都在战后废土茁壮成长 但是皮子宝是完全反过来的 是一个黑暗恐怖的工业废墟 所有人那里都是在挣扎求生 所以我觉得 因为这种反差 和阿帕拉西亚的反差 这允许我们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美术风格 完全不同的氛围 对于阿帕拉西亚和皮子宝的区别 其实这两个的地理距离非常非常之近 令人难以置信 至于阵营在这一次远征中 这些阵营会在现在以及未来如何进化和表现 我们有几个不同阵营 有一些是老的 比如说响应者 会把响应者也是我们的重点 将这个老阵营死而复生 当然有新阵营工会 还有Fanatics 狂热掠夺者 这给我们一个机会来 去重新拜访那些老的阵营 把他们重新戴上台面 也有创造新阵营的机会 我们计划做这一切 同时整理老阵营的同时去加入新阵营 有一个进展的新阵营的新阵营 有一个新阵营的新阵营 总部 所以我们用了白泉 我们用了白泉 酒店 把白泉酒店重新做成了两种 一个是白泉避难所 一个是白泉商场 一个全新的日常任务 还有远征模式 你在这里和 响应者以及 匹兹宝的新的NPC 对话互动 了解他们的背景 了解他们的故事 一样有全新的 随机事件遭遇系统 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 奇怪的人和事 还有新的对话 对于白泉商场来说 就是你和别的玩家见面 相当于一个玩家hub 还有新加入了 传奇的 金桥的等等 这些东西都汇聚在这一个商场 你看各种各样的商人 你也可以玩 你可以直接快速旅行到 这两个白泉内部地点 不需要传送到外部 然后再自己进去 也不像基金会和火山口那样 这样就省下了额外的加载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启动飞鸟直升机了 我们会回到更多别的地方去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 引入飞鸟的原因 就是想以后 利用飞鸟 在辐射宇宙里 拜访各种各样其他的地方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了 下一个全新地点的前期制作 但我今天不会 告诉大家更多 我们以后会告诉大家 关于第二个远征地点的更多想起 其实之前说过第二个远征地点 会是辐射世界的全新地点 不会再是以前的地方 不会再是以前去的地方 有任何新技术被研发来 适配培兹宝的任务吗 我们开发了一个全新的辐射任务模块 这个允许我们 把游戏机制的方面 这允许我们随机化任务目标 随机化任务目标 在不同的顺序 定下不同的任务目标 随着以后的时间 我们会在这个任务系统里 加入更多的模块 更多的目标 更多的机制 随机化的阶段化的 不同顺序的一个任务系统 新的机制 时间不限时的话 那玩家可以自由探索 匹兹宝 但是玩家可以不选择完成任务 因为在辐射三里探索匹兹宝 非常的震撼 玩家们都很喜欢 可以在76里面用全新的视觉效果看到这些东西 非常的有趣 有计划除了这两个任务以外 加入更多的任务 对我们创造的远征的任务结构 允许我们更方便的去加入和拓展 在已有的里加入和拓展更多的任务 更多的目标 我们已经在计划之后 给远征模式提供更多的内容 当然不只是这一个远征 我们还有别的地方的远征 也在制作之中 远征会是76以后的主要内容更新方式吗 有没有更多的像废土色和钢铁黎明 这样的内容会更新 对我们喜欢远征 但是这不是我们唯一的东西 我们也在制作更多的类似剧情 叙事DLC的东西 我们也在制作更多的游戏机制 我们还在制作更多的每日行动拓展 我们有很多炫酷的东西 很多的好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 我们接下来会很激动地给大家展示更多 但是我们绝对不仅仅是在开发远征 我们还在开发更多的任务剧情 我们现在谈完了提斯堡 还有很多关于任务 未来更新相关的东西 现在路线图 说有新的区域 新的 核子世界巡友 我们在 核子世界巡友 团队合作上开发这个项目 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地区 boss 玩家们绝对会喜本 不容易错过 玩家们可以通过这个 拿到很多的全新相对 Double11工作室是在开发 Rust的工作室 冬季内容是他们在负责 贝泰斯达自己负责的是远征 还有剧情DLC的开发 你能够加什么呢? 我们有很多次有趣的季度内容 赛季 皮子堡的赛季就会是皮子堡主题 比如说一个皮子堡风格的 Camp建造包 我们有一个叫做皮子堡宫殿 预制建筑 我们还有骷髅领主的 传统架 在之后的赛季会是核子世界巡友 这一赛季就会理所应当的是核子世界巡友 跟自己的股友队 也有个股友好 比较不够的 比如说有股友好 我们有股友好 传火记 比如说有股友好 传火机 还有股友好 传火机 还有股友好 还有传火机 以及一個叫Planter Foundation Kit 我問你會不會有盒子撕釀卡 很多玩家都帶來了很好的反退 開發團隊是否有考慮過社區提出的很多的意見 是的 我們其實有一整個團隊執著於從社區那裡獲得反饋和意見給我們 我們有幾次討論過 比如說持續營方面的 玩家們想看到的 玩家們想體驗的 我們一直和社區團隊交流合作 試圖把這些加到我們想做的台湾表裡 社區對我們非常重要 我們很活躍地參考那些意見 比如說我們的PTS 我們把東西放上PTS 等待社區的回應 用社區的反饋來改進打磨我們的更新內容 比如說今年晚些時候 我們會帶來一個自由CAMP建造模式 我們今年晚些時候 會 今年晚些時候會帶來自由視角CAMP建造模式 和星空一樣的 可以以上帝視角構建一個全新的建造模式 這是非常非常酷 這就是社區為我們反饋帶來的 哇 朋友們 自由建造視角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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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是現在我們遊戲最熱門的玩法之一了 這是瘋狂的 所以說到建造的東西 可以你把新建造的東西 放在未來的新建造模式 可以介紹一下未來的新建造模式 更新和內容嗎 我們有很多PTS 建造物品正在路上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很多玩家都喜歡建造模式 他們也正在尋求更多 可以讓他們發揮自己創意的物品還有機制 現在想問問你關於明年遊戲的路線圖會怎麼樣 就像我之前說的 我們想加入更多的遠征 但是也有更多的任務 像廢土客一樣的任務 以及日常行動 我們也在試驗各種各樣其他的可能性 包括CAMP建造模式啊 甚至有可能共享CAMP 但是我們現在不能給予更多細節 在明年早些時候 我們會分享更多的細節 我們在後幾年 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功能 但現在還太早了 我不想現在取下太多承諾 朋友們 他提到了共享CAMP 共享CAMP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坐在這裏面上來 我們已經回答了很多的問題 我希望我能夠回答很多的問問 我們也能夠回答很多的問問 你們有什麼想說的嗎 你們有什麼想說的嗎 到家庭的好朋友嗎 我開始 首先 我想拿到我們的社群 我們有一個最好的社群 在網絡上遊戲 我们的社区真的很激励我们 我们很荣幸能够在这款游戏上给你们制作更多的内容 我们也感谢你们所有的反馈 我们热爱我们的社区 我觉得我们的游戏社区是所有游戏里面最好的玩家社区 请你们一定要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反馈和意见 我设计的是我自己都想玩的内容 我特别喜欢那把自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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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喜欢那把自动服务员 我特别喜欢这种服务员 我特别喜欢这种服务员 是7月13日? 7月13日 我特别喜欢这种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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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新的包 全新的包 朋友们 福射76匹兹堡的豪华版 你们可以看到一把特殊的10毫米 有一个Fanatic Power Armor Paint 非常帅的一个掠夺者 以及一个Trag的毛绒玩具 以及一个Fusion Core Recharger 朋友们 和融合核心重新充电器 以及匹兹堡的这个建造Kit